早晨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1月22日 今天已經是 星期一了 天文台就說 市區氣溫 就會急一點 大家小心 這邊我們倫敦很冷的 其實只有幾度而已 昨天就好像只有1度0度 星期日的氣溫就好一點 上班好像有3、4度 我們覺得是暖的 好了 天氣冷 當然大家要好好保暖 尤其是香港如果天氣急凍的話 因為 濕凍是很嚴重的 我們昨晚出去吃飯 看到那些人也是有一袋袋垃圾放在倫敦 倫敦市中心 大家知道 他們通常就會用一個膠袋 是不同顏色的膠袋 包著就丟出去 而這個 收垃圾的人也會根據顏色去收 而且那些膠袋要付錢 很明顯 香港就想像外國那樣去做法 但是 香港 這次的做法是十分不治的 原因 這次的垃圾徵費 是在經濟環境那麼差的情況下 還要搞 這次的垃圾徵費 最近我們看到很多以前支持政府的人 現在都紛紛出來指責政府 甚至乎認為政府 是在 搞事 怎麼搞呢 現在是甚麼環境 你們的膠袋質素又差 難怪別人批評你們 最近網上流傳 一段短片 環保署的指定垃圾袋非常容易壞 有個叔叔在說髒話 環保署 21日 昨天發稿表示 有關言論傳屬詆毀污衊 影片所視的並非 尚未開始發售的指定袋 又只會將懷疑有刑事成份的個案轉交警方作跟進 藝人肥媽也在YouTube上載短片 批評政府的垃圾徵費措施 是垃圾 我們也說了 這個是垃圾政府推出垃圾措施 收垃圾費 環保署強調 處方指出 快將出售的指定袋 早已經通過國際 或者國家相關標準的所有測試 不會輕易破損的 相關測試包括 抗拉度強 斷裂伸長率 抗穿刺力 以及抗擊 抗衝擊能力 厲害的抗衝擊能力 有沒有盾牌那麼厲害 有沒有胡椒噴霧的衝擊 有沒有水炮車的力量 政府嚴厲譴責這類假消息 究竟誰是假消息呢 你的垃圾袋不得是假消息 還是你的垃圾袋不得是假消息呢 他們提醒市民近日有不少打擊指定袋質量的謠言 居心叵測 市民務必要提高警惕 以免受人誤導和困惑 環保署 會將懷疑有刑事成份的個案轉交警方作跟進調查 對 將那些提出問題的人收監 那就沒有人提出問題了 香港政府很厲害的 藝人肥媽也在YouTube上載了一段影片 批評政府的垃圾徵費措施是垃圾 他說 神經病的你 不讓人用黑膠袋 要人們買你的膠袋 那麼你跟環保是不是背道而馳呢 有人就做了一個 分別 政府的膠袋是不能分解的 但是白街衛康現在用的膠袋就可以分解的 你可以分解的膠袋 你們不用 要人們買一些不可以分解的膠袋 那就更加不環保 肥媽認為政府應該先做分裂工作 而不是把責任轉嫁到市民身上 政府要分裂來收東西嘛 你又不分 叫我們吊殺到膠袋 但是 就要我們給錢去買這個膠袋 人家一屋都是只有200多呎 怎麼跟你分四個垃圾桶呢 他繼續批評 政府此舉並不是想解決問題 而是把問題丟給市民解決 搞到天下大亂 你也不是想辦法解決問題的 只不過是製造更加多問題 綠色的膠袋和黑色的膠袋有甚麼分別呢 你即是叫人家多花錢 而且是 花冤枉錢 當然啦 他的說法是沒有錯的 我們也是 是非是非非 肥媽一向都是支持政府的 但是 最近大家有沒有發覺 很多支持政府的人 紛紛成為 他們以前考中的黑暴 他們反對特區政府 他們不愛國 他們不愛港 他們甚至乎 跟言論是跟黃絲黑暴站在一起 是不是 那麼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我們最近見到詩永青 他改名叫黃永青 黃到呢 施永黃 或者不是青是黃 大家不要 不分青黃做白 我們看到 為甚麼會有那麼多人出來反對這個特區政府呢 原因 特區政府做的事 真的使得人家 受害嘛 人人都糟糕 為甚麼你用那麼短時間 使得 支持你的人 每個人都出來反對你 每個人都出來批評你呢 他們是不是污衊你呢 好了 我們說回那條短片 有個男人說髒話 說綠色的膠袋很窄 質量一整就爛 那些膠袋是不是政府拿出來賣的膠袋呢 如果那個不是的 那麼你就要澄清 這個是要謠言你 我們要拘捕這個人 但是那個人 究竟是不是在香港 你也不知道 可能不是香港的嘛 可能是在馬拉的嘛 馬拉也是說廣東話的嘛 那麼你們政府用的膠袋 究竟多有實用呢 你們有沒有展示過出來呢 有沒有做過給人看呢 你們 其實是有責任的解釋給市民聽 不是說一句說話人家抹黑 說人家污衊就搞定的 你們要提出證據的嘛 人家就提出證據說你的膠袋不行 你們要提出證據說你的膠袋不行 口口聲聲 說人家污衊 說人家抹黑你們 誰抹黑你啊 究竟 我其實現在看到 我們也盡量保持中立啊 我們所有人都知道 我們現在被人在通緝 但是 我們即使被特區政府冤禮 通緝我們 我們也 跟你說公道說話 你交出證據來吧 我想幫你兜也兜不了啊 所以你們這群狗館真的是垃圾 垃圾中的垃圾 完全沒有說錯的 就是一群垃圾 推行這個垃圾收費的政策 全部都是垃圾 你們應該用綠色膠袋包著你自己 丟出去外面 這些垃圾車來 就把你搬上去 像是搬屍體般搬上去 然後 拿去堆田區 你們其實最終的歸宿就是堆田區 其實 怎麼可以在那麼短時間裏面 其實一年都不夠 大家今年年初 2023年 2023年 還是滿懷期待 我們通關了 發達了 所有市民有報復性的消費 大陸的人一嬌一嬌銀子 拿下來買樓 股市上升 樓價上升 那些藥房到處開定 在銅鑼灣尖手水旺角 已經租定搶定位 讓那些大客人下來 結果 客人就沒有了 驚客人就有份 周圍的人 不在香港消費 藍絲支持開政府的 全部都回到大陸 要麼 坐飛機 去日本 去台灣 去韓國 升馬太 去到處旅遊 就不是留在香港消費 總之anyone Hong Kong 是不是呀 到處都去 就是不在香港花錢 為甚麼呢 你們有沒有檢討這個問題 為甚麼那些人不願意在香港花錢 原因 就是你那些狗官 看到你也不開胃了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來的 靠阿婆 賣幾元的魚蛋 賣20元的燒賣 這樣走去香港 你們真的吃了糞便呀 你們吃垃圾啦 你們也是垃圾來的 不如這樣吧 以後垃圾徵費 不用徵費了 你們出來幫市民吃垃圾 我覺得你們民望一定會上升 市民也都覺得 如果你給我吃垃圾 我保證你即使那些市民調氣順番 給多少錢 沒問題 我給 你給多少錢 你給我吃了就行了 我們要求不多的 那些官排隊 跟我們 逐袋垃圾吃光 是不是 當然啦 這個做法其實是可以救你們 幫你們 你知道你們整班垃圾 吃垃圾 好過被人當垃圾打包 拿去堆田區填海 是不是呀 做地也好 你們現在政府 不用明日大雨啦 填多幾個堆田區出來 反正房子拿出來也能賣到錢 李嘉誠也會告訴你 心亢神疑 不怕的 那麽垃圾出垃圾 肥媽 是不是加入了這個黑暴行列呢 其實是的 他所說的 現在所作所為 就是他以前口中的黑暴 反中亂港 現在沒辦法啦 香港政府使得每個人都被迫反中亂港 被迫殺黑暴 真是不知道怎麼辦 特區政府 一年時間 不夠了 就已經把 香港大部分人變回黑暴 真是不知道怎麼說 這次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6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好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 香港朋友 如果你擔心湯家驊的恐嚇不要緊 訂購我們的VPN 保證你上網 得到101%的安全保障 多謝 拜拜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國下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rkshark的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寸法是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亦是十分之快的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這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 做的事 我們來個部位 去 Brake 也不用擔心